- 散戶變大戶跨出財富自由 - 第一步大家好我是Sandy小老師 歡迎回到散戶進化論 - 韓英谷真的是沒有極限喔 - 每天都在創新高 - 人人都想要當一名 - 行業人都想要當一名 - 但是呢如果當初啊 - 半年前沒有上傳的同學們 - 現在一定覺得說 - 現在上傳好像隨時都會翻船耶 - 那不如還是我們就回歸 - 穩穩的去做這個電子股就好了呢 - 我們就要來問問看 - 王柏對於這個應該要怎麼樣選擇 - 會比較好呢 - 好呢那各位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- 一定要幫我們的頻道訂閱按讚加分享 -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- 趕快就來請教一下王柏了 - 歡迎王柏 - 身體好 同學大家好 - 王柏小檔案 - 王柏 - 北大氣管系博士候選人 - 北大國際財務金融碩士 - 非凡東森三立 - 標訪名師 - 大學講師 - 證券分析師 - 期貨分析師 - 信託底財規劃 - 產業結構分析 - 法人籌碼分析 - 公司營收分析 - 欸王柏 - 行運股真的很可怕耶 - 它好像到現在都還在繼續漲齁 - 它從最一開始的十幾塊有沒有 - 半年後直接都標迫了百元 - 現在法人都還在說 - 目標價已經上升到200塊了 - 可是你不覺得行運好像真的有點漲太多了嗎 - 還是說股價還會繼續上漲 - 或是說我們就乾脆回歸電子股就好了呢 - 你怎麼看 - 好的喔 其實 - 剛剛Sandy講 - 行運股真的沒有極限 - 它就是一路漲嘛 - 而且還有本土的法人 - 本土投顧 - 在關鍵的時刻 - 出一段報告 - 出一段報告就直接什麼 - 直接把股票再代上去 - 再標迫 - 而且每次要回檔 - 稍微回檔一下 - 然後有一些放空的空單進去之後 - 又往上加了 - 所以現在很多同學在問 - 兩難啦 - 為什麼兩難就是剛剛Sandy講的 - 啊 - 我現在買航運股 - 那會不會震盪起來 - 那個風險很大 - 現在就風險超大 - 現在那個風險很大你知道嗎 - 風浪很大 - 風險很大 - 那有的同學又說 - 那如果這個長那麼多 - 那我來看一下那個比較低位階 - 低檔的電子股 - 會不會我能夠賺到錢又比較安心 - 對… - 所以現在其實有各種聲音 - 那當然主要的兩種聲音 - 一個就是說 - 我就是堅持 - 我要當個航海王 - 我要去尋找那個大秘寶 - 尋找寶藏 - 對… - 然後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- 這個局可能不是我玩得下去 - 因為如果那個風浪大 - 很可能會翻船 - 心臟負荷不了 - 有風險 - 然後我就想說 - 那我是不是來找低檔低位階 - 我覺得可以 - 那就看你怎麼做 - 不過我要提醒那個同學就是說 - 航運股現在看到的都是利多 - 對… - 然後就一直漲一直漲 - 那航運股其實在投信 - 一些法人 - 他們也還是什麼 - 還是很堅持 - 看好他 - 對… 因為我之前在上一集有講過 - 他為什麼會持續持有航運類股 - 那個長榮萬海陽明 - 主要是什麼 - 主要是業績的考量 - 對… - 如果說我要把那個航運賣掉 - 我找不到業績 - 目前 - 可以替代了 - 業績對更好的 - 那個所謂的公司 - 我把它換過來 - 另外一個就是績效 - 就是這些投信 - 因為它有那個績效 - 那這些航運股它低檔買上來 - 都是績效嘛 - 如果它賣掉被拉上去 - 它的績效會落後 - 所以就變成一個所謂的平衡 - 一個恐怖的平衡 - 那當然什麼時候 - 同學們要特別留意航運的賣點 - 我想現在看到的利多 - 那我提供幾個想法 - 提供幾個想法 - 現在還是偏多規劃 - 第一個想法是說 - 因為現在什麼 - 現在不只台灣 - 是全球各大航運公司 - 都在造船 - 都在買貴 - 造船買貴嘛 - 那一旦這些所謂 - 運量的那個能量出來 - 運輸的能量出來的時候 - 那是不是會去影響到 - 那個所謂 - 股價 - 接單的那個報價 - 需求量 - 需求量 - 需求量能不能 - 因為供給量出來了 - 供給量出來的時候 - 需求量能不能也跟著上來 - 不然的話 - 那個所謂運價會下滑 - 那目前沒有這個現象 - 一旦發生這個現象的時候 - 你要注意 - 那另外就是說 - 一般來說 - 一般來說 - 我們操作航運股 - 會看什麼 - 會看那個所謂馬士基的股價 - 或者是所謂中原海控的股價 - 你也可以去觀察 - 或者是BDI指數 - 你可以去觀察 - 那我覺得 - 除了這幾個相關的考量之外 - 另外就是說 - 如果那些所謂造船買貴 - 慢慢的交貨之後 - 那因為我們現在 - 航運股的那個獲利都很好嘛 - 那之後可能 - 之後可能就要貪提折救了 - 貪提折救就會影響到它的獲利 - 是不是 - 明年會跟今年這樣好 - 就不一定了 - 所以航運股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- 注意一下 - 好 那我們就來看 -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 - 下一頁 - 這是我最近在看的 - 就是Sandy講的 - 現在大家不上來衝浪一下 - 好像不是那個台灣人 - 這樣跟不上時代耶 - 好像不是台灣人嘛 - 好像沒有在台灣股市 - 那個所謂風光過嘛 - 好 我們來看 - 這張放大 - 同學就很清楚 - 其實我看一下6月16號 - 6月16號 - 台灣股票市場成交量 - 大概是5600億 - 快5700億 - 航運股的成交量來到2900億 - 然後你如果仔細去算一下 - 其實航運類股佔台股的權重 - 大概3.1% - 其實不高 - 其實不高 - 但是超過50%的成交量 - 往航運股去了 - 那這個代表什麼現象 - 代表一方面有人在那邊做當衝 - 我們上一集不是有教同學們 - 怎麼當衝嗎 - 有 - 做當衝另外一個人 - 另外一個就是說 - 有人賣 他就有人賣 - 那是不是有人在做調節 - 好像有一些法人在做調節 - 那這個你就要注意 - 當佔全值比重只有30% - 那那麼多的量下去的時候 - 代表其實整個資金的結構 - 其實有點往不好的方向發展 - 所以是已經有點不穩了是不是 - 應該說對 籌碼有點亂 -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- 這是剛才Sandy問到 - 這是電子類股 - 電子類股的佔台灣股票市場 - 整體比重大概63% - 超過一半 -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- 6月16號的成交比重 - 大概只有33%、34% - 反而就不高 - 反而就不高 - 就跟剛剛是相反的 - 對 代表大家才講 - 股票市場操作有一個原則 -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- 那現在人少的地方 - 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些好股票來操作 - 所以我們應該要往電子的方向去看嗎 - 特別是低檔 - 我覺得是低檔低位階的股票 - 我覺得是可以注意的 - 好 那從量的角度 - 從占權重的角度 -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 - 航運是有點過熱 - 然後電子是有點過冷 - 對 - 那通常我們要股票市場賺錢 - 就是在那個人少的地方去找好的股票 - 跑到街會開始去布局 - 對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- 這是最多同學在Nine裡面問的長榮 - 長榮 - 航運指標 - 你看6月16號的成交量 - 一檔長榮超過1000億 - 但是這檔的成交比重 - 你看他只有17%吧 - 但是你要知道長榮的台股權重 - 不到1% - 只有0.99% - 不到 - 大概好 我們就抓1%好了 - 長榮佔台股權重1% - 結果他的成交量 - 超過17% - 所以反而是高的意思 -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- 就是大家都要做 - 那我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說 - 其實你看到法人的動作 - 急拉的過程當中 - 他可能會小調節一點 - 對 - 然後壓下來的時候 - 他可能又有小賣 - 小滿一點 - 就是急拉他會小賣 - 然後急碟他會小滿 - 他現在要他像低檔的時候 - 大舉的進去買 - 那個可能性不高了 - 對 也不可能 - 所以這就是王博曜提醒同學 - 因為長榮他說 - 當他的船櫃進來之後 - 可能會變成全球第五大 - 第五大 - 這是台灣之光 - 可是問題來了 -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 - 你如果操作長榮 - 你可以多頭 - 你可以順次操作 - 你可能盡量用價差來規劃 - 因為最好的買點絕對不是現在 - 你就做價差規劃 - 那你要注意什麼 - 一旦什麼 - 一旦那個船跟櫃來了 - 然後其他的全球的各大航運工 - 船跟櫃來了 - 到時候大家就要競爭了嘛 - 那個運費就會開始做一個修正 - 所以只要有看到相關的這樣的報導釋出 - 就代表說趕快脫手 - 就代表說其實航運股最好的時機 - 可能慢慢過了 - 已經過了 - 因為它可能營收不見得上來 - 營收就算上來 - 它的獲利也會下滑 - 對…你要去注意 - 因為接下來它還要再攤其折舊嘛 - 所以我覺得我們航運股 - 當然還是以長榮做指標 - 那目前長榮你說長那麼多了啦 - 那當然你是低檔持有的 - 你當然就可以順勢操作 - 如果你現在沒有 - 盡量以短線去做價差規劃 - 不然就是不要再接觸航運股了對不對 - 對…所以從剛剛Sandy的第一個問題 - 我認為說其實航運不是說不能做 - 而是說航運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- 你要考量風浪可能會比較大 - 那麼多人在衝嘛 - 所以幾檔幾跌都是很常見的 - 那有些同學跟王博一樣 - 是比較穩健保守的投資人 - 那我們就從低檔低位階 - 去找到一些股票來操作 - 低檔低位階 - 那是不是乾脆我們就來看一些 - 有沒有比較低檔低位階的電子股 - 是不是反而就是比較安全的選擇呢 - 對…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回答很多同學的問題 - 很多的同學在王博那裡面都問同樣的問題 -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- 其實如果你有仔細去注意上一集節目 - 其實上一集我已經把方向跟同學講了 - 那其實你可以去注意說 - 有些法人他開始在做祭底作帳的同時 - 他也在做第三季的規劃 - 好 我們把下一頁給同學看 - 好 其實如果同學你有仔細注意的話 - 這一次的投信的作帳太漂亮你知道嗎 - 什麼意思 - 他一開始從ABF開始拉 - 一個電子的輪動對不對 - 對 電子的輪動就是Sandy講的 - 你不要以為只有航運股能賺 - 很多電子其實後面這一段長得也是很兇悍 - 你看一開始做新興做ABF - 新興景碩南電ABF - 對…然後矽晶圓也長起來了 - 對…就是Sandy講的 - 後來你看那個ABF上來之後 - 矽晶圓在第一檔 - 所以現在… - 後來又去做矽晶圓 - 環球晶 中美晶 還有什麼 - 還有核晶 - 對… 好 - 那看到那個所謂的ABF跟細晶圓上來之後 - 那個什麼 那個投信也很厲害 - 他來做什麼 - 做台光電 - 做聯帽 - 做CCL - 對…然後你知道嗎 - 當他們這幾個都上來之後 - 他去看PA - 穩帽 宏捷科 全新 - 你知道嗎 這樣就四組了 - 然後最近怎麼樣 - 最近他們又去找低位階的國具 - 所謂被動元件 - 對 - 國具 齊立心 華興科 - 所以我要提醒同學 - 因為這個資料放大給同學看 - 這個資料放大 - 其實王伯站在裡面 - 我會整理啦 - 那如果有PO上去 - 你就自己看 - 你就自己學著去抓那個輪動 - 那為什麼投信這次他們會 - 買得這麼漂亮 - 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- 規劃得這麼清楚 - 對啊 因為它 - 其實那個五月初那波集碟 - 他們很多都重傷啊 - 績效都很差 - 所以他們 - 他們從五月十二號十三號 - 五月十二號那時候 - 那個跌到一萬五的時候 - 他們就開始規劃作帳了 - 所以他們這次作帳 - 就真的是一波一輪 - 一波一輪就要做上 - 那你們要清楚一點 - 它可能不是只有 - 具體作帳 - 它可能會延伸到第三季 - 因為第三季就是電子旺季 - 對嘛 - 你看嘛 - 所以它會跟著延伸下去做 - 你看 - 身體的邏輯就對 - 身體的邏輯就對了 - 第三季就是電子類股的 - 傳統的旺季啊 - 那你看看嘛 - 後面會有返校需求 - 後面會有所謂 - 那個消費旺季 - 那個Christmas - 即將都要來了 - 對 都要來了 - 那這些如果股價還沒有 - 長在低檔 - 然後訂單一直進來 - 春江水暖壓仙芝嘛 - 那頭信如果有做研究 - 跟王伯一樣 - 跟Sandy一樣 - 有在努力做研究 - 我們就可以抓到機會啊 - 那這份資料裡面 - 我們要怎麼看 - 因為ABF也漲上去了嘛 - 細菁也漲上去了嘛 - 那我們就去找 - CCL也漲上去了嘛 - 我們就找低檔低位接 - 是不是就是接下來要講的 - 就是被動元件的部分 - 對 我覺得被動元件 - 這次其實很多同學都忽略了 - 好 忽略了 - 好 這一檔國劇 - 其實真的還滿厲害的 - 它這算最近才開始又從低 - 開始往上漲 - 而且人家有人在講說 - 你做國劇 - 我記得我們去年好像有做一集 - 是國劇嘛 - 有 有 被動元件的 - 有興趣喔 - 那個恩怨情仇啦 - 就是那個國劇集團 - 跟華科集團恩怨情仇 - 那集講得很清楚 - 你有興趣可以再去回味一下 - 你就很有感覺 - 你就可以再看 - 好 - 其實做國劇 - 你就是要看公司派 - 就是要看陳董 - 陳泰銘的一個心態 - 我們那時候講說其實 - 國劇在一千塊一千一的時候 - 那時候不是有很多外資 - 調高國劇的目標價嗎 - 對對對對 - 發生了什麼事 - 那個前妻出來了 - 前妻出來了 - 前妻出來了 - 最兇悍的前妻賣股價 - 沒錯 - 前妻賣股價 - 他們萬萬想不到 - 所有的外資 - 狠狠被前妻打臉 - 股價一路跌 - 然後跌到最後 - 當然很多同學就受傷慘重 - 但是最近發生什麼事 - 最近發生 - 陳泰銘 - 那個國劇買庫藏股 - 而且他是買好買滿 - 他好像是執行力百分之一百對不對 - 對 所以你看嘛 - 股價就慢慢上來了 - 然後法說會就放利多 - 所以這些大老闆 - 之前如果有什麼動作 - 後面都有大事發生 -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- 好 那其實你國劇的第一劑是賺十塊 - 所以你這樣算一算 - 本益比真的不高 -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- 低檔的時候擴了一個量 - 然後最近又放一個量 - 然後法人回來買 - 然後當股價漲上來的時候 - 你就可以去注意嘛 - 除了國劇之外 - 包含像華星科 - 包含像大義 - 包含像奇力星 - 包含像凱美 - 這些什麼 - 這些跟被動元件相關的 - 他就有機會族群上來 - 所以一浪文文文這樣講 - 其實國劇這一檔的話 - 因為現在也是第三季的剛開始 - 那它會持續上漲到 - 前一波的高點嗎 - 前一波的高點 - 前一波的高點 - 我個人認為說 - 以目前看來 - 應該說一段一段看來 - 是有那個機會 - 因為其實國劇也是剛上來 - 然後你看那個華星科也好 - 大義奇力星開廟 - 其實你去看那個位階都很低 - 那位階都很低 - 如果說來到傳統旺境 - 然後營收獲利上來的話 - 其實那個買盤會進來 - 特別是法人買 - 所以我覺得說 - 它應該有機會一步一步 - 往前高那邊做一個什麼 - 做一個所謂的靠近 - 賣進 - 但是要提醒 - 因為在前高附近 - 除了說股價漲了一段上來之外 - 同樣也代表什麼 - 代表那裡有很多套牢的投資 - 那時候可能就壓力就會比較大 - 所以就有可能又在下手下手 - 所以你盡量找低位階 - 像我覺得說 - 最近這個就可以注意 - 好 - 那國劇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- 大家是在看穩茂這一段 - 好 穩茂 - 其實這是陳敬才董事長 - 我想陳敬才董事長 - 也是那個台灣股票市場 - 有傳奇性的人物 - 傳奇性的人物 - 除了張忠謀董事長 - 除了那個陳泰明董事長 - 除了那個洪海郭台明董事長 - 那個環球晶徐秀蘭董事長之外 - 陳董也是一號人物 - 有人是叫他財董 - 財董的 - 因為他叫財嘛 - 進財嘛 - 陳進財 - 賺錢 - 陳賺錢 - 你看這個老闆多老實 - 你看那個第二季股票一直跌 - 為什麼 -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說 - 我們第二季保守 - 可是他並沒有說第三季不會賺錢 - 他沒有說第三季不會賺錢 - 他沒有說第三季不好 - 但是你看法人就一路的砍 - 說第二季保守一路砍 - 砍了之後你發覺說 - 他有一個很積極的動作 - 他去預計花百億去擴廠建廠 - 去搶第三代半導體的商機 - 那如果公司沒有企圖心 - 公司沒有掌握一些所謂的訂單資源的話 - 他幹嘛去擴廠 - 然後你看他那個股價就是什麼 - 就要慢慢地漲上來 - 然後法人就回來買 - 因為釋出了這個力多的小心對不對 - 對 所以我要提醒同學說 - 有時候股價跌不是壞事啦 - 有時候股價跌如果說 - 你有去做研究 - 然後你有去追蹤一些重要的訊息 - 反而什麼可以買在低檔 - 那這張股票慢慢上來啦 - 那我個人認為啦 - 除了穩帽之外 - 洪捷科全新啦 - 或者是說穩帽集團的其他的股票 - 像什麼聯帽啦 - 這些你也可以注意的 - 所以這就是現在電子檔我們 - 電子的類股我們可以去注意的部分 - 最重要是位階要抵低檔 - 你在做低檔的股票 - 你就會比較穩 - 然後當股票漲上來的時候 - 你賺的錢也不會比人家少 - 這就是最重要的 - 我們就是要賺到那個錢啦 - 所以各位同學 - 如果你在前陣子 - 沒有當上這個航海王 - 不要氣餒 - 就像王伯剛剛講的 - 我們可以去從電子股下去 - 做我們新的目標 - 去找尋現在目前屬於比較低位置 - 而且接下來是被看好的類股 - 那相信你接下來的報酬 - 一定不會少囉 - 好的 那麼如果對今天的節目 - 還有任何問題想要問 - 一定要趕快找一下王伯的QR Code - 是小鼠92D988 - 有任何的問題 - 王伯一定都會親自的回覆大家的 - 好的 那麼各位還是要提醒大家 -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- 一定要幫我們的頻道訂閱和按讚囉 - 那麼謝謝王伯精彩的講解囉 - 謝謝王伯 - 謝謝聲音 - 謝謝大家 -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- 大家掰掰 - 歡迎 - 歡迎